大家好,這裡是森懶妖 我是沛沛,她是琪妹 森懶妖的創作理念其實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落葉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落葉其實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樣 只能當垃圾被人掃掉 其實它是很有經濟價值的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楓葉 重點來了,為什麼楓葉的葉子會變紅呢? 因為在高海拔溫度低部分的樹種 會以落葉的方式度過 但是楓葉是比較特別的植物 它是微落葉植物 因為在晚上的時候,低溫會使葉綠樹分解 綠色會漸漸變淡 加上它有葉黃樹跟花青樹 使葉片呈現黃或紅色 台灣的山林裡分別有兩種楓葉 分別是清風跟楓香 那它們的差別在哪裡呢? 楓香是三到五列 清風是五到七列 楓香是護身 清風是對身 偷偷告訴你們 風香 奇美是清風 清風是台灣特有種 台灣的台灣 像是深懶腰 最近也有推出一款耳環 喜歡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囉 之後會陸續推出許多夜賣相關產品 以及夜賣燈灶 今年秋冬買回家 擄獲女友的心 陪你度過寒冷的夜晚 我們也有Twitter跟Interscreen 別忘了去追蹤訂閱喔 也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搜尋 深懶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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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留言分享按讚喔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 也別忘記按下面的小鈴鐺 林燦雪還沒過的同學 趕快訂閱就送你 歐巴塔 還不會去 快去 還在等什麼 好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喔 哈哈哈哈